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19日 星期六 記得今晚的9點 我們 是有直播的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 我們 第一節的時候 分析過 現在 中共 尤其是習近平 不要我爹了 要美爹 投入美爹的懷抱 當然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爹會來搞你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分析 楊潔篪和沙利文的會面 主要就是大家商量一下 我們有甚麼做了 我知道 你知道 你也知道我們的難處 俄羅斯文拿 我們也不可以不給 給他一些貨車 給他一些口糧 武器 那當然是不行啦 我們的武器也是跟你買的 你現在叫我給你 那就是送錢給你 當然 這件事 美國也知道 中共也知道 很多年前 當時的尼克遜訪華 這個老母 當然不是老母親口說 而是周恩來 跟尼克遜說 你呢 總統 即使我們是要跟你交好 我們 受理溝 我們不要蘇聯老大哥 但是我們表面上 人民還是罵你美帝的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資本主義走狗 不過你要明白 我們罵還罵 我們實際上是好朋友來的 不過人民 短時間內沒有辦法這樣轉態 所以 我們會繼續罵你的 你多多包閒 這些說話 在尼克遜心目中 其實他們都知道了 為甚麼都知道了 因為 他們知道這些共產國家 極權國家 是靠謊言 欺騙人民 靠口號來治國的 所以他們完全不介意 也很習慣跟這種 獨裁國家打架 當然拜登這種左膠也知道了 你拿樓梯不要緊啊 最重要是 你可以拿淘寶貨去應酬 拿次貨來應酬俄羅斯 你這些好東西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科技有多先進 中共有甚麼給俄羅斯 他們怎麼不知道 基本上都會拍到的 當然 武器肯定 如果運武器肯定會給美國老知道 但是 中國跟俄羅斯的邊界那麼長 有些東西運了過去 誰知道啊 偷偷地運上鐵路 甚至乎 他不是這樣做 而是 下面的走私的人 去通過走私渠道 把這些東西運到俄國 有甚麼出奇 是完全沒有可能盜住這個渠道的 他只是走私 買俄羅斯的食油 我答應了 我不買了 但是他私底下 用人力去走私 只要開關隻眼閉就可以了 有時裝一下 實際上 全部都合了 那你有甚麼符呢 你又沒有他符 而中共也會說出他的難處 甚麼難處 人家 我怕他報復嘛 普京是流氓來的嘛 他將來不是侵略我 來整理我怎麼辦呢 是不是 又 挑動我周邊的 國家來反我怎麼辦呢 例如哈薩克 現在哈薩克 以及烏茲比克也不聽他 但是你也知道 中共一向都很怕死 他 又怕美國 又怕俄羅斯 所以 他也不敢得罪俄羅斯 所以我們看到 他們只能夠用一些 暗中的方法 我們看到 有線 電視新聞網絡 CNN 列了四種方法 說現在中共 在拿著流碳 而且 有四種實際上對俄羅斯經濟 是很大的打擊方法 而是中共 正在做的 哪四種方法呢 我們 稍後就跟大家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免費贊助 現在我們 每隔天直播一次 香港時間晚上九點 我們其實會 研究幾個話題 開幾個話題 大家在討論 我跟Johnny在討論 中間可能做完一節的話題 我們會休息一下 休息 當然不是停了 是會跟大家網友 研究一下 互動 回答一些討論區留言版的問題 亦都會跟大家 互動 可以交流一下 多謝大家 好 之後我們會繼續做 而且我們會把那些節目 我們討論的幾個話題 折錄成不同的 集數 因為一個多小時的直播 未必每個人都會聽完 聽完是最好 但是 如果不是聽完 可能想重溫的時候 特意選擇哪些標題 有些特別想說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 我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他在捧捧我們牆 之餘也會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說回 CNN究竟列出哪四種 中共其實對付俄羅斯的方法呢 好了 那麼 私底下其實中共 真的很怕 這個俄羅斯 去動他 但是又不能公開譴責 只能夠 做一些事情 使得美國 可以過得到骨 也不能一面倒去俄羅斯 現在我們看到16日 明顯我們分析了 3月16日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那天港股開始大反彈 升了兩天 今天 星期五跌一跌之後 夜晚的這個黑旗 又升了600多 即是預示 接下來會繼續升 那肯定就是他們說定了數 說定了數之餘 星期16日的 央視 以及新華網等等 中共的喉舌 紛紛都在報導 烏克蘭那種 戰勝俄羅斯的消息 俄羅斯損失慘重 這些新聞以前不會出現的 肯定就是現在說定數 他 要把天平放到烏克蘭 要不然要怎麼交代 烏克蘭打贏仗 你怎麼跟人交代 第一 向人民交代不了 烏克蘭原來贏了你說他冰敗如山倒 原來冰敗如山倒是普京 中共 究竟做過甚麼 是拿樓灘的事情 現在其實在 在搞俄羅斯 第一 就是有得勞報貶值 俄羅斯 勞報貶值了很多 人民幣也一樣跌 其實 莫斯科 想著 你幫幫忙 但是 北京 不僅不幫忙 而人民銀行也宣佈 銀行之間的外匯市場 尤其是人民幣換勞報的價錢浮動 將由5%擴大到1成 允許勞報貶值的速度更加快 然後 俄羅斯 民眾買中國進口的商品 例如手機 汽車 都要付出很高的價格 小米華為等手機品牌 在俄羅斯很熱的 俄羅斯戰爭發生的時候 甚至俄羅斯的手機市場 以及蘋果 三星打算爭奪 龍頭地位 另外 中國的長城汽車在香港上市 以及吉里汽車 也在俄羅斯的汽車市場 佔了7% 佔貿率 2021年總共賣出11萬5千架 受到匯率波動 長城汽車已經暫停了 賣新車給俄羅斯的經銷商 原因就是 你給盧布我 我就吃虧了 別搞了 將來定價 第二件事 其實俄羅斯有三千多億的美元 外匯儲備 其中以歐元和美元最多 但是原來 都有相當於900億美元的人民幣 放在中國 根據法國外貿銀行 首席亞太經濟學家 就是假西亞 15日公布的研究報告 中共 可以對俄羅斯提供的最重要幫手 就是把這900億美元 人民幣 交給莫斯科 但是由於 受到西方的制裁 中共 這900億也不肯放 而俄羅斯 一直都 也想著 我有900億美元的人在這裏 可不可以先拿來用 但是 中國人民銀行 一直都不肯放這筆錢給俄羅斯 如果 俄羅斯 可以拿到這筆錢 其實也等於有900億美元 起碼可以解嚴微之急 但是 現在的人民銀行 一直都不肯放這筆錢給俄羅斯 因為美國人封你 我不可以動 我一動 我就被看到 因為 的確是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看著 所有的眼睛都看著 中共是不可能把這筆錢放給你的 如果把這筆錢放給你 中共就等於背上身 900億美元對中共就不是大錢 但是是不能給你 偷偷地拿些美金給你 還有機會 但是當然這個不會出現 美金任大陸也不夠 大陸也不給人換美金 何況是給你 給人民幣 現金可能可以給你 拿人民幣去外面換美金 全部都是用現金付款 當然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 太大的數量 所以 我們只看到人民銀行的那個角度 手緊 一直都不肯放錢 就知道 根本中共 不是打算幫他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美國和歐盟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 還包括全世界兩大飛機製造商 波音 以及空中巴士 他們也說了不再提供零件 或者維修支援 給俄羅斯的航空公司 老實說 過了一段時間 俄羅斯的航空公司 很大機會因為 不夠維修 或者不夠零件 是不能飛 甚至乎 飛飛也很危險 一個俄羅斯的官員 在月初的時候就表示 在莫斯科周圍找零件的時候 中國就拒絕提供飛機零件給俄羅斯 中國也不肯幫助 因為 中國政府 不敢幫助 為甚麼 因為中國政府有一個藉口就是 我如果幫了你 給了你 到時這些東西全部有記錄的嘛 波音 空中巴士 就會推我出來的 就會出賣我 把我交給美國 到時我就會跟你吃了一隻糕 當然不行啦 對不起啦 幫不了你 第四件事 就是 凍結一些基礎建設投資 因為當時 其實 中國 一直都是 打算投資很多 在 俄國的一些基建 鐵路的項目 但是 現在所有貸款 全部 都已經凍結了 所以 這件事也是大家都明白的 因為中國 一定敢做 全世界都 不跟你做生意 我跟你做 自己拿屁股上身 全部都是用美國來做擋箭牌 但是實際上 如果偷偷地放 說真的 是可以 多不少都可以放到水 但是中共是 不敢 人民銀行不肯放人民幣的美金給他 不肯放外匯給他 另外 這些 中國的公司 例如手機公司 汽車公司 也不再供應新貨 你給我勞布 貶值那麼多 我收到你的勞布 就會蝕很多錢 你要用甚麼價給我換 用官價 官價也換不回來 是不是會蝕 那就是不肯 所以 俄羅斯將來要跟中共買東西 其實 也是要給外幣 你給勞布 貶值得那麼嚴重 我怎麼會蝕呢 所以 只是這件事有得勞布貶值 中共也做了很大功勞 當然俄國是知道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 所有東西都拿美國出來做黨戰牌 那麼他 只能夠偷偷地 或者用走私的方式 就是 給一些物資給俄羅斯 但是 當然因為由於 偷偷摸摸地做 也不能夠給太多 每次螞蟻搬家給一點 好像擠牙膏一樣擠給他 我們很明顯看到 中共的立場 其實很清楚是變了 也是因為 這個真真實實際操作起來 有很多東西 真的做不到 又或者 有藉口 總之用美國做黨戰牌 就可以了 到時俄國也追究不了 真是為人家盯著 每樣東西都有錢 錢一定放不到 加速俄羅斯的崩潰 我們暫時分析到這裡 接下來 會繼續跟大家跟進最新情況 拜拜